自从被罚在昆宁门前下跪,许才人便受了风寒,僵养了几日才好一些,人也憔悴了许多 他再次见到叶真真时,态度愈发的恭敬,一点心怀怨恨的表现都没有 这让不少想看热闹的人都有些失望 也对,许才人虽然后台大,但是品级太低,无论如何现在不能和叶真真对阵的 最气不过的人是太后,在她看来叶真真罚许才人,那就简直是直接往她这个太后的脸上删耳光 最可气的是,纪无旧竟然也不站出来给许才人撑成腰,也不知道这个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太后仔细回忆了一番近些天纪无旧的精神状态,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 她发现自己是越来越不了解这个儿子了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纪无旧自八岁册封太子之后,就被赶进了太子东宫居住 因为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储君,并且没有候选人 上至父母亲,下至朝廷百官,甚至连平头百姓都对她寄予厚望 所以这祸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和亲妈见面的时间可以想见有多短 自然也就比寻常母子有所疏离 太后心里很不踏实 她认为许才人和贤妃都是可以栽培的 现在要紧的是把叶真真拉下马 只不过许才人和贤妃都没有按照她的期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而是互相之间淡淡的很是客气,而且也绝对不打算走得太近 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刚搭在一块就出现了裂痕 贤妃自不孝说,不愿意再和许才人拉扯上触眉头 许才人也觉得贤妃心眼太多,不愿意和这样的人过多来往 事实上,自入宫以来,她冷眼旁观这宫里头的女人 观察了许久,终于找到了一把好刀 丽妃这样一个地位又高,又得宠爱性子又直,脑子又笨的女人 自然是把好刀 昆宁宫中叶真真鼓刀着一个拳头大的小木盒,低头说道 小盒子是个机关盒,叶真真钱才得的,爱不释手 一旁的素月听到她的话皱起了眉 娘娘,您是说,丽妃会和许才人联手 八成是吧,他们俩都跟我有仇 一个地位高,一个心眼坏 凑在一起正好珠莲碧盒狼狈为奸 那,娘娘我们怎么办 素风有些着急 还能怎么办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只要皇上不偏帮他们 区区两个女人本宫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怕就怕,出了事 既无旧又过来参一脚 而且,现在她和她的关系很不好 叶真真想到这里,就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提到皇上,素月的眉毛也皱得更紧了 娘娘,皇上好几天没有踏足昆宁宫了 往常的时候,虽不怎么留宿 却也隔一两天就来昆宁宫转一圈 现在可好 不来更好,本宫乐得清净 素风突然压低声音 娘娘,奴婢听前清宫的鱼籍说 皇上今儿出宫了 而且是去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 闹得神神秘秘的 您说,皇上会去哪儿呢? 叶真真停下手抬头看素风 皇上去哪里,鱼籍怎么会知道 即便知道,这种话也不能随便对别人说 我看那个鱼籍本来就心术不正 你以后少和他来往 素风点头硬了 心里却依然十分好奇 皇上到底去哪儿了呢? 鱼籍口中所谓的销魂窟 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人生无常啊,世事难料 冯友德站在翠芳楼前 心里颇感慨 他也活了这几十年 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来逛青楼 当然了,是陪着皇帝陛下 前儿他犹豫来犹豫去 终于抱着复杂的心情 把鱼籍的主意无限含蓄地 跟既无旧提了提 没想到既无旧略一思索 就答应了 对皇帝来说 在烟花之地溜的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所以既无旧连暗卫都没有让跟着 只带了冯友德一个人 但是对于暗卫来说 无论如何 皇上的暗卫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比圣旨都重要 所以他们还是偷偷地跟了来 暗卫暗卫 最擅长的就是躲在人群中 不被发现 既无旧又满腹心事 自然也没有察觉到他们呢 所以现在一个皇帝 加一个太监 站在了翠芳楼前 既无旧的人生经验并不丰富 清楼也是投一回来 他倒不至于跑到这种地方 循环作乐 只是 有些话不能对后宫的女人说 势必要来此处问一问 他板着脸走进翠芳楼 刚一入大堂 便被一群女人包围上来 又是扯胳膊 又是拍肩膀 有几个胆子大的 甚至在他胸前乱摸 冯友德连忙把这些女人们往一旁拉 然而 拉开了这个 拉不开那个 几乎就仿佛有巨大的犀利一般 牢牢地把这些女人吸在身上 倒不是说清楼女子们有多饥渴 只是既无旧长得太过扎眼 而且 这通圣的气派 十分吸引人 莫说 他嫖他们了 就算是他们倒找钱让他嫖 估计也是十分乐意的 这么多女人身上的脂粉香气叠加起来 浓烈得有些刺鼻 既无旧从最初的震惊和窘迫中反应过来 三两下把那些女子们团在一起推得远远的 女子们连着猎切了几步 交呼连连 老宝产笑着迎上来 哟 这位公子 看来是这些雍痴俗粉没入您的眼 不知道您想要个什么样的姑娘来陪一陪 冯友德说道 把你们这里最好的叫来便是 哟 可真是巧了 今儿我们翠芳楼的花魁柳月姑娘正好想找一个知己入目 公子 您要不要来看看 既无旧虽没逛过青楼 但也知道花魁应是最好的 因此点点头 由老宝亲自引着去了后院一座秀楼前 楼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都在等着传说中的花魁娘子 原来这柳月姑娘本是翠芳楼一个青官 色意双绝 吸引了不少名流富贵往他身上使银子 只因老宝逼他接客 便赌气说第一个郎君要他自己选 对方出多少钱不论 但要他自己忠意的 老宝想着这姑娘以后会给他带来的白花花的银子 便也游着他去了 所以便有了今日这场聚会 既无旧刚坐下 那柳月姑娘就出来了 一眼就看到人群中的既无旧 她刻起了几句话 目光始终往既无旧坐的那一片飘 她周围的人都背着美女的两红秋波 看得浑身酥软 唯独既无旧始终济独坐 然后她就莫名其妙地被花魁娘子请进了绣房 客观来说柳月姑娘确实长得漂亮 但是既无旧生命里最不缺的就是漂亮姑娘 一进绣房 她便拍出了一打银票 我要问你一件事 柳月姑娘盯着银票神色黯然 公子 奴家并不图你这些钱 我还以为你与那些男人是不一样的 没想到 我问你 一个女人怎样才愿意对一个男人投怀送抱 这话对着一个青楼女子问 对方难免会把她理解成一种暗示 柳月为既无旧倒了一杯酒 叹息一声说 实不相瞒 奴家虽沦落烟花之地 但真的从未与男子有过肌肤至亲 这话的意思很明显 奴家还是个厨呢 这要是一般的男人听到这话肯定就高兴的蠢蠢欲动了 但是既无旧很不高兴 略有些嫌弃的看着柳月 既无旧发现自己之前的思路有了偏差 必须及时纠正 这时老宝领这个丫头又端来了几盘韭菜 满脸堆笑的招呼既无旧 他风月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看人的眼光自然是有的 这公子哥一看来头就不小 非富即贵 既无旧叫住了老宝 你去给我找个经验丰富的 柳月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屋顶上趴着的某暗卫听到这话心想 皇上的口味略重哈 经验丰富的姑娘很快被找来了 这个姑娘叫红云 看起来比柳月大了几岁 穿一身桃红色衣裙 脸上化了浓妆 走起路来蛇一样的扭着腰 他一上来就要往西无旧身上缠 这回他反应快 没等红云姑娘靠近 抓着他的肩膀一转 把他推到椅子上 坐好 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些钱全是你的 红云看了看最上面那张银票的面额 已是乐得合不上嘴 您说 奴家一定置无不言 怎样才能够让一个女人对我投怀送抱 他一愣咯咯叫笑 哼哎哟哟哟公子这话说的哪一个女人敢不对您投怀送抱啊 难道身份被他识破了 纪无旧毛光见身 公子您长得这么俊俏 奴家可是想象不出哪一个女人见了您会不动心 哼原来只是在拍马屁 纪无旧也在椅子上坐下 垂下眼睛说道 有一个女人 她不愿意让我碰 姑娘家家的怕是害羞吧 她已嫁作人妇 实在是不好意思直接说是自己老婆 红云在心里头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看不出这小哥一脸正气 实际上却是个勾搭有夫之妇的下楼披子 他面上不露 只是淡淡笑道 既如此 人家八成是心有所属了吧 住口 纪无旧猛的一拍桌子 立声喝止 桌上的茶碗被震得直哆嗦 发出叮叮当当的杂音 红云被她突如其来的转变吓了一跳 她用帕子掩着口想陪笑 却实在是笑不出来 此时对方脸色阴沉得很 目光如刀 让人压力陡增 她的脊背上都仿佛在跟着 丝丝的冒着凉气 她甚至觉得 她要是想杀了她 也不过是抬一抬手指头的事 这是恼羞成怒了呀 红云心想 不 不只是恼羞成怒 纪无旧指尖微抖 心口一片发凉 她不愿相信的 她刻意忽视的 她故意逃避的 此时 却突然被人如此直白的讲出来 仿佛 岌岌可畏的喝堤 突然出现一丝裂口 于是 在一瞬之间 她苦苦维持的堤坝全线崩溃 却逐浪翻天 打得她措手不及 如此的失望 震怒 惊慌 以及 不知所措 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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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